她是真正的跨界之王 二十世纪最传奇的女性 一位明明可以靠脸 却偏偏要靠才华的情女子 她凭借着一张精致绝伦的容颜 征服整个西方 她还是希特勒的座上宾 她亦和莫索尼尼有过来往 甚至她还与肯尼迪约过会 或许这对于美女来说并不稀奇 毕竟有一个漂亮的脸蛋和脚好的身材 这几乎可以让正常男人们丧失所有抵抗力 其实除了美女大明星外 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发明家 还是一位影响至今的发明家 她是无线通信技术的先驱发明家 她的发明被用在了导弹和飞机上 影响军事史 甚至她还有一项发明影响至今 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人 而这位传奇女子 就是享誉世界的好莱坞巨星 海地拉玛 1914年 海地拉玛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 一个背景显赫的犹太人家 海地的老爸艾米尔 还是奥地利有名的银行家 与各路名流交情不浅 靠着亲民的头脑 赚下了不菲身价 后来艾米尔遇到了 匈牙利钢琴家利希特维茨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成了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婚后很快便有了女儿海地拉玛 两人视之为掌上明珠 认为是上帝送给他们最棒的礼物 以至于后来海地拉玛 一直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就这样 海地拉玛开启了自己幸福的童年 受到父母影响 聪明的海地对于钢琴 芭蕾无所不禁 同时经常跟随父母住入高级场所 更是让海地从小就具有不凡的品位 然而这一切 似乎依然不乏满足他那颗聪明的大脑 以及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那时候的海地是快乐的 也是任性的 他觉得自己想要什么 父母似乎都能满足他 于是在最任性的年纪 他做了最任性的事 聪明的海地轻轻松松考入了 在当时很多女孩觉得头疼 男儿也不一定能玩得转的通信专业 而且成绩优异 海地就是我们身边那种 看着不怎么努力 但成绩就是莫名的好 你说起不起 但这还不足以满足他那颗躁动的心 一度被认为是枯燥的女工女孩的他 突然对表演艺术蒙发了巨大兴趣 于是他决定退学学表演 父母此时才发现 自己一直凤若掌上明珠的爱女 竟然是一个怪物 这太不寻常了 即使再叛逆的男孩 也没他这枚皮 这是随谁啊 骨子里混合着艺术和数学学业的海地拉玛 在16岁时 已经出了成了一个角色美人 当海地拉玛向父母表示 想要学习表演的时候 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 但是下定决心的海地拉玛 根本没有给父母来说服他的机会 便跟着一位戏曲导演去了德国柏林 到了德国之后 在这位导演的推荐下 海地拉玛去了一家影视公司 做起了赏计 试金子总会发光 海地拉玛凭借自身的美貌 很快在德国演艺圈声名雀起 之后参演了《街上的钱》 正式进军演艺圈 1932年 海地拉玛18岁 正值风华正茂 而这一年 同样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街上的钱》 在大银屏上播出之后 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海地拉玛作为演艺圈新秀 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一位杰克斯洛伐克的导演 便认为海地拉玛潜力巨大 便以神魂颠倒中 女主角的角色 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并且承诺 会将这部影片推向国际市场 当上女主角 走上人生巅峰 这是很多演艺圈中 女演员的终身奋斗目标 而年纪轻轻的海地拉玛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便唾手可得 可是这次机会 对于海地拉玛来说 还是比较难以爽快接受的 因为导演要求他 必须全诺出镜 几经犹豫之下 海地拉玛接受了邀约 去参演了这部艺术片 神魂颠倒上映之后 海地拉玛与世界上 守卫全诺出镜的女演员 而声明大早 她精致的面容 和魔鬼般的身材 也引起了不少非议 她却无所谓 居然还能够顶着臭名声 在1937年闯到了伦敦 她不需要认识谁 只要都认识她就行 那个时候 她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不过在美貌 这个无往不利的武器之下 语言都是多余 导演需要的 只是她在那里一站 自成一种表演 当然 她也听从了导演的建议 改了名字 海地拉玛就此叫开来 带有甩掉从前 从头再来的一位 但是依然摆脱不了 百事的嫌疑 因为这张脸 这身段不利用实在是浪费 虽然是花瓶 但是她这个瓶子里 装的都是耀影的男明星 从此 好莱坞的银瓶上 金发霸瓶的时代结束 人们纷纷效仿她 黑发中分的发誓 海地拉玛没有塑造出 什么清点的角色 充当花瓶也一直被抨击 不过 她需要有演技吗 她只需要本色出演就可以了 自带流量 完全可以带获任何一部影片 然而 直幼的姑娘 还真的用演技和努力 致命了一把自身 其前奥地利军火大夫曼德尔 在看过神魂颠倒之后 便真的被海地拉玛 迷得神魂颠倒了 为了得到她 曼德尔使出了浑身解除 最后如愿以偿 三个月后 两人步入婚姻 海地年轻 冲动 不计后果 曼德尔于她而言 富有 睿智 成熟 大方 但对于婚姻还处于懵懂状态的她 很快就后悔了 婚后丈夫 很快就展现了她的霸道 她不仅让海地远离演艺圈 还限制她的自由 这对海地来说 简直难以忍受 于是 她那颗发达的大脑快速转动 想要早日终结这场噩梦 那时的海地 就像是一位 驰骋在智商与创造战场上的野兽 再结实的牢笼 都无法困住她智慧的光芒 对于男人 她需要的是魅力的征服 而不是自私的战友 因对妻子不放心 曼德尔对海地 几乎寸步不离 甚至与政府开高级会议 也都带着她 而她却忽略了 她媳妇不是一般人 很快 耳闻目染之下 海地迅速掌握了各种军事知识 而且还学会了 无限遥控炸弹技术 觉得已经没有任何留恋的她 找准机会 麻醉了女游 跳窗户逃跑 远赴大洋彼岸的新兴大国 美利坚 来到了梦寐一球的好莱坞 当演员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 她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 当时的好莱坞 却只是看上她的美貌 一直拿此作为噱头 对于她的演技 则毫不在乎 在与克拉克·盖博 罗伯特泰勒等一线大咖 合作拍摄了一系列影片后 海地发现 次局只是个贩卖美丽的工具 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空虚 她需要新的东西来填补 1946年 她不再满足于公司分配的角色 自己开始做老板 拍摄自己的电影 竟然已不小心 在三年后拍出了代表作 霸王妖姬 已经36岁的花瓶 终于不再有遗憾 那时的票房 创起了近十年来的第二高 第一高就是费文利的 乱世佳人 不要以为 迷人的花瓶 只迷自在奢靡的演艺圈 除了演戏无所事事 海地真的是一个 不走寻常路的演员 她的业院好 居然是在16岁 被丢弃的通信技术 二战期间 海地拉马的故乡 也被战争波及 看着同胞被轻砍 海地拉马拿起了 复仇的武器 通信技术 这就不得不感谢一下 她的第一任丈夫曼德尔 曼德尔也是一位犹太人 但是她就是纳粹的支持者 因为她是军火大亨 甚至成为纳粹主要军备 奥地利军队的供应商 跟着她 海地接触到了 无线通信技术的军事机密 他们让这个花瓶一样的 女人做记录 却不知花瓶中存储的干货满满 并在1938年 带着逃离到了盟国 要知道 海地拉马在进入演艺圈之前 便攻读的是通信专业 结婚之后 由于被限制了自由 便开始研究 无线电信号遥控鱼雷 和无线通信干扰技术 海地拉马在逃离了 第一任丈夫的控制之后 在好莱坞米高梅公司老板 路易斯梅伊的引荐下 正式进军好莱坞 之后 海地拉马出演了 虚虚多多的影片 拼本式在影音圈 再次有了一席之地 很快 他结识了 同样来自于欧洲 钢琴家安泰尔 靠着在这段婚姻中 掌握的无线遥控炸弹技术 海地一直对同样式 无线遥控的鱼雷颇感兴趣 连细控档 他也没闲着 他的研究方向 就是无线电频率扩展 这样就可以避免 敌方的信号干扰 在遇到安泰尔后 一开始海地还遮遮掩掩掩 两人没事讨论讨论艺术 甚至一起探讨 如何丰胸 当然 这一切都是烟雾弹 随之了解的加深 彼此都认识到 大家都不是安分人 于是两人再无顾忌 受到钢琴启发 安泰尔则巧妙地提出 利用自动钢琴的演奏技法 来实现跳屏 由交流丰胸密集 到讨论出跳屏技术 海地竟然成了这些年来 我们使用的WiFi的鼻祖 果然有内涵的花瓶 不能小看 然而 申请了专利的科研成果 并没有像预想的方向 那样被军方采用 美国人很怀疑 一个女演员 一个音乐家 会比他们更统军事 而且海地的第一段婚姻经历 也被他们怀疑 这是敌方派来捣乱的 海地的爱国行动 被搁浅在了1942年 他的研究成果也被冷冻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 美国海军才想起来 把这项技术启用 但是没有发明者 技术人员完全不知道 这是一项 由女演员的风向话题 引起的发明 后来 这项发明被用到 军用计算机器术中 同时 很多通信领域的研究者 受此启发 把他的运用范围 扩大到无线电话 以及互联网上 那个时候的海地 已经离开了音频 因为他在乐此不疲地 折腾着他的婚姻 不仅军火商大亨 无法坑出海地 后来的作家 吉恩玛基也失败了 两人的婚姻 只维持了两年 这位曾写出过青岛 福尔摩斯历险记 等大作的才子 很快就让海地觉得困扰 对方的才华 在他心里 很快就擦不出了火花 这之后 他又先后与演员 约翰·洛德 指挥家内斯特 持有大亨霍华德 律师鲍威尔结婚 但罗梅走到最后 经历六段婚姻 但每一次 都没能让海地彻底征服 婚姻只是短暂的停留 无法按捺住 他那颗探索的心 虽然是位容貌注重的女星 但海地拉玛却一直渴望 被人认可自己的才华 她天生睿智 企图靠自己的努力 改变战争形势 在那张 让人惊叹的容颜背后 却是她认真钻研 期待改变世界的野心 而婚姻对海地而言 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 她要做的事太多太多 其中一项 也是她最热衷的 就是整容 她觉得 是她漂亮的脸蛋 毁了她一次次的婚姻 最后在不如中年之后 疯狂地陷入整容之中 当最后第六次婚姻结束后 她又给整容的生涯 找了一个新乐子 吸食有害毒品 海地已经完全忘记了 她还有过伟大的发明 但是时间不会忘记 1985年 高通公司利用跳升技术 悄悄地研发出了 席卷全球的CDMA通信系统 当1997年 这项技术 真正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时 科学界才想起了 她的真正输出 可惜 这个时候已经83岁 被生活折磨的 没有经历的海地 根本就走不出家门 去领什么奖项 三年后 病死在了睡梦中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群力指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